欢迎收看4月1号的早安新唐人 我是陈伟彤 加带您关心今天的天气情况 从今天开始到周四 高压势力笼罩台湾 各地都是晴道多营的稳定天气 而中部以北山区 以及东半部山区的午后 会有短暂震雨 各地高温可以达到30到33度 外出时要请留意防晒 而预计这样的天气 还会再持续一个礼拜左右 替大家要继续努力节约用水 才能撑过这段苦汗的日子 待您看到国际媒体重要的讯息 首先看到美国纽约时报报道 纳吉利亚大选布哈里票数领先强纳森 这也是英国广播公司BBC的报道 纳吉利亚大选布哈里准备获胜 还看到大纪元时报 纽约大都会版报道 中国最危险女人胡舒丽 激斗中国最神秘的商人郭文贵 届时大选时报台湾版报道 配合立院决议亚投行意象书 财政部递送 届时日本朝日新闻报道 伊拉克军队从ISIS收回提克里特 引起宗派对立疑律 早安新唐人首先带您关心 论会和财政部昨天晚上10点半 紧急对外召开记者会 表示在昨天晚上7点钟 已经以传真的方式 直接联络亚投行的多边临时秘书处 表示台湾加入的意愿 而媒体问到说 为何先前要透过国台办 官方回应是 是因为没有亚投行筹备处的联系方式 台湾递送参与亚投行申请书 由于立法院朝野党团协议 台湾递交亚投行申请书 不得透过国台办的系统 但媒体追问下 夏令言透露 还是透过国台办来取得传证号码 所以我们希望还是能够由财政部 直接来联系比较妥当 可是为了确保他们收到这个 所以我们还是透过国台办的系统 还是把部长的信 同样的信还是交给他们 现在我们已经证实 两边都已经收到了 财政部表示 美方曾多次表达关切 建议台湾注意亚投行的透明度 张盛河表示并不担心 而夏令也强调 未来事务必定维护台湾对的尊严立场 如果将来的谈判 对于这个尊严 对于我们对等的地位 有任何这个不平的待遇 那我们是宁愿不参加 我们也不会牺牲到我们国家的权益 昨天为亚投行创始会员国 最后申请日期 财政部表示 已经在3月4号完成评估 否认外界黑箱作业的质疑 下期是求回莫省为同台湾台北报道 再来看到为了抗议申请亚投行 黑色岛国今年阵线等团体 昨天晚间试图冲撞总统府 而令晨3点半遭到最后一波驱离 最新消息是 学生上午7点钟将在陆回会召开记者会 正在中共打出一带一路的发展战略 学生是愤怒抨击拒绝黑箱 仓促加入由中共主导的亚投行 而在画面中您可以看到 抗议的学生马上就被宪兵 以及维安人员拦阻 后来约有两三百位的群众以及学生 整夜在重庆南路旁边静坐 但凌晨3点半 百名警力再次展开驱离行动 现场混乱 凌晨4点钟 群众转站陆委会 在今天早上7点举行记者会 群众抗争在一起 总统马英九昨天晚上说 正式加入亚投行后 如果尊严受损会不惜退出 不过台联立委昨天发动杯葛院会 质疑加入亚投行 根本就像是黑箱服貌的反版 台联立委占据主席台 与其他女性立委爆发肢体冲突 速度拉扯推挤 甚至到行政院长毛之国面前 指责他卖台 不过毛之国不为所动 我们今天会透过这个两会的管道 把我们这个要参加亚投行的意愿书 送到这个国际组织的筹备工作小组去 表达我们参与的意愿 总统马英九昨天召开会议 打算透过陆委会向国台办 递交亚投行入会意象书 毕竟行政院团队进行评估 不过从拍板交定补到半天的决策过程 形同事后补真的方式 立马就遭到再严厉委抗议 半分钟通过胡茂 半天做成参与亚投行的决策 参与国际组织 我们乐观其成 但是你必须是经过完整的一个政策评估 国会的报告 跟人民社会的一个沟通 马总统利用他的国安会的会议的职权 做出这样的决定 我们只能说是我们某个程度 是我们大家也要来共同检讨的 就是我们想说这个沟通是不完整的 在台联党团的强力杯葛之下 上午议会几乎停摆 最后经过一个小时的朝野协商决议 要求异象书的投递 不得透过国台办 该由我方向亚投行筹备注进行申请 现在也是成为某审围同 台湾台北报道 但你看到全球对于亚投行的态度 截至昨天晚上12点 有46个国家参加 但日本目前则是三度辟谣表示拒绝 马胜副首相还在记者会上言辞否认 而美国的部分也不改变立场 冷漠对待 由于亚投行存在着许多不透明因素 加上中共并未回应日本关于组织治理的疑问 日本在今天早上的内阁会议做出结论 拒绝加入亚投行 美国财政部长陆杰克在昨天访问北京 也被外界炒作成意图加入亚投行 但事实上此行的目的就是中共控制汇率问题 与打击外国厂商的政治手段进行施压 对于台湾是否加入亚投行 美国在台协会发言人金明表示 美国尊重各经济体 根据自身忧心与利益做出决定的权利 但是任何经济体参与AIIB 应该坚持与现有的多边开发银行的相同标准 特别是管理权环境以及社会安全保障 新唐人亚太电视江紫阳编译 但你看到台商越南协场罢工事件 恐怕有越来越严重的趋势 保城旗下保园越南厂爆发劳工代工罢工事件 到今天已经有6天了 绝多还没有复工 而在昨天的则是另一家台商协场 福禄协场也传出罢工代工事件 而在共产党一党严密控制40年的越南 是十分罕见的现象 越南保园协场原本要在昨天恢复正常上班 但是因为仍然有部分情绪不满的员工 抗议越南政府新修订的社保条文 使得工厂运营中断 保园越南厂员工约9万人 福禄协场已有6000人 可以说台商在这一波罢工中 被波解情况相当严重 在中国实行将近30年的 一台化政策已经松放 但专家认为对于中国人口结构的调整 却是微时意外 更多新闻内容请锁定下节 早安新常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灵山圣地 落叶归根 慎中追远 孝思无限 万丹山四立花园公墓 位居南投民间的明山净水 交通便利 使龙虎卧护的风水宝地 拥抱自然美景 吸取灵山地气 致敬先贤长者 必因后世子孙 万丹山四立花园公墓 喝到好水 你的身体会知道 瓦厚拉 遵循大自然 以三态循环还原水的本质 水分子高速撞击 活化水体结构 专利制成分离污染物质 真正能让细胞吸收的小分子水体 瓦厚拉 水和乐 瓦厚拉你洗包的水 中文字幕志愿者 二位 欢迎回来 但您关心挡不住连年亏损 中国电视公司人事变动 一口气裁员51人 只有将由中天提供主要的新闻内容 自身媒体人认为 由中市裁员可以看出 望中集团无意用心经营媒体 只是想借占有频道来发挥政治影响力 正照29年的中市大楼建筑外观略显斑驳 日前传出中市人事变动 一口气裁员51人 有消息爆出主要是中南部的记者 遭到裁员 之后将由中天公益中市新闻主要内容 他应该要做出不同的内容 去互补让新闻更丰富 可是他从成本来考量 他觉得他划不来 所以他们根本就置不在此 他并不是想要提供观众优质的新闻 他只是想要借着占有这一些频道 跟新闻时段来发挥他的 可能是政治影响力 2008年旺旺集团董事长蔡衍明 收购中市之后连年亏损 去年亏损金额高达2.6亿元 相较于其他电视台多角化经营 重视大量买大陆节目取代 自制节目流失观众群 网友反映中英节目 八点档连续剧都不花钱投资会赚钱吗 还有网友说光帮中国宣传统战 播中剧就够了 旺旺有中资黑手黑钱 NCC一起来 NCC一起来 蔡衍明说拜拜 蔡衍明说拜拜 2012年多个学生团体聚集中天大楼 抗议旺中案 NCC则提出条件 其中包括中市新闻部 应成立独立的编选剧度 旺中集团蔡衍明与关系人 须与中天切割 现在把中市新闻部的裁掉 那意思是说他们接下来要用的镜头 新闻采访员都从中间电视台来吗 那如果真的是这个样子的话 不仅是违反了反媒体垄断的理念 根本跟当初 NCC在核准二中案的时候 事实上所要求做出的承诺 可以说是完全的背道而驰 呼吁旺中集团保障所有员工合法权益 中市者表示 持续与工会协商维护员工权益 也宣称协调中市集团其他公司有限聘用 新唐牙电视 罗天墙张远天台台北财法报道 另外大尼看到 在中国施行将近30年的 一胎化政策已经松绑 一胎化时代的结束 受到国际媒体的关注 不过一般评论都表示 政策虽然松绑 但对于中国人口结构的调整 却是回时一万 2013年11月 中共开始松绑 实施30多年的一胎化政策 只要父母任一方为独子 就可被允许生第二胎 一胎化政策下 中国的老年人口比重增加 低出生率让劳动人口断层 已经很难维持经济发展所需 一胎化也让中国的性别比例失衡 2014年出生人口的性别比达到115 预计到2020年 将有3000万世婚年纪的男性 找不到另一半 尽管中共松绑一胎化 但却没有出现新的婴儿潮 CNN报道的标题 两个孩子 谢谢 但很多中国人说不 官方喝彩松绑一胎化 但数据显示 很少人想再扩大他们的家庭 2014年5月底 仅有27万对夫妇申请生产第二胎 远低于官方预测的1到200万 在大城市 高物价高房价 让养孩子成为经济负担 而就算是双亲家庭 经济条件许可 许多夫妻也不想再生一个 要将一个小孩养育成人 在大环境下已经变得不容易 中共松绑一胎化 或许已经为11万 新航的电视综合报道 在国联航德国之翼空中巴士的 不幸空难事件可能涉及人为因素 最新消息是 汉沙航空坦承 6年之前曾经得知 腹肌师罹患中毒忧郁症 而其后几年并未有严重病况 这段10年前的影片 主角正是德国联航失事的 腹肌师卢比兹 快乐地在家乡驾驶小黑机 飞上青天 谁也没有想到 这位青春洋溢的青年 在之后会出现精神问题 出现自杀倾向 求助精神科医师 不过德国检察官表示 如果就此想奏下结论 还研制过早 如果人为因素属实 罹难者家属将有机会 向航空公司索取赔偿 不过各国对于过失致死的赔偿 大不相同 美国法定的赔偿金 高达450万美元 接近1.4亿台币 而在欧洲只有130到160万美元的赔偿 折合台币4千多万元 同机同命 价差三倍 另外高速撞击导致死者的身份难以辨识 因此只能用指纹 DNA牙齿等方法检验 估计要2到4个月才会有结果 法兰西斯表示 他不能保证所有的罹难者 都能够被辨识 但是在坠机现场 有350位工作人员持续工作 希望能尽快将遗体交给家属 进行哀悼与葬礼等后续事宜 让他们的生活可以继续 新唐亚海电视 江紫阳编译 波瑞队今年12月的联合国巴黎气候变迁 条约会议有所贡献 美国白宫宣布 2025年以前资源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量 大约28% 伊朗与六强力图敢 在4月1号现行临时协议届满前 在多个层面达成妥协 专家预测 一旦达成任何协议 油价将迅速下探 每桶20美元 美国波士顿马拉松爆炸案 继续开庭审讯 检方传唤验尸官 昨天出庭的 包括遇害中国女留学生 吕令子的验尸官林斯特朗 他描述吕令子的身体 多处被炸弹打穿 在几分钟内 因为大量失血 结束23岁生命 英国威廉王子 接任空中救护飞行员新工作 不过要到今年稍晚 才会展开飞行救援任务 威廉王子新工作 年薪据船将有4万英镑 大约新台币188万7600元 但将全数捐作慈善 新唐日亚特电视整理报道 关心神域艺术团在台湾巡回演出消息 神域非凡的演出 让许多观众们叹为观止 科技公司总经理林献为 欣赏完28号桃源完成演出之后 他表示好像鱼音缭绕 三日不绝于耳不断地触动到心灵 整个表现在台上让我们的感觉 就好像他用他所有的生命力 我觉得有一句话 就是好像用他的生命来影响我们这些听众 观众们的生命一样 深深地会触动我们的心 那我觉得就是好像 鱼音缭绕 三日不绝于耳 那我们古时候的一个诗词 就好像大猪小猪落浴盘 那个音乐一直在我 从耳朵耳末 一直进到我的脑海里 一直在那边震动震动震动 神韵艺术家们 全身心投入后的演出 具有穿透人心的感染力 林先生分享他的感动 其中有一幕我特别的感动 就是好像在表演那个筷子舞的时候 我本来想说现场大概有 好像20个舞者左右的一个舞者 在那边表演 结果我听到只有一个声音 这个声音都是 从头到尾都是一致的 感觉好像就是一个人 整齐到这个程度 亲眼目睹神韵百分百的完美演出 林先生更被舞台上演员 因为坚持修炼真善忍 而散发出的努力与坚持 深深感动 让你可以感觉到 虽然他遇到挫折 遇到这些不平的事情 还能够忍耐下来 最后能够用最大的那个大法 把它克服过去 我觉得这个是让我 真正是内心触动 触动而且感动到我 让我真的很想跟很多好朋友 很多科技业界 和我身边周围的人分享 林先生说 已经迫不及待 想把这份感动 传递给身边周围的每一个人 新唐亚太电视 蛇志成林秋霞 台湾桃园报道 打造台北西谷 下节早安新唐人 我们要带您看到 台北市长柯文哲 启动的创业平台 广告后马上回来 一 二 三 快 文 准 沉浸科技 掌握重复定位2μm的精密度 是台湾制造定位制夹具的 尖端开发先锋 目前全世界只有四个国家 生产此定位夹具 唯有沉浸 能够成功相容其他各国产品 并拥有自行研发先进人员 台湾之光 夹具首选 沉浸科技 潘伯 安库 roast 烧烤万用炉 全球独创自动烧烤 各种食材皆可烧烤 拳击 腰果也难不倒 360度自动旋转 荣获多国专利 森林寺不锈钢精工打造 安全 无毒 耐用 攜带方便 轻松搭起 友谊桥梁 潘伯 安库 roast 我喜欢你 干净收爽 我喜欢你 除臭抗菌 我喜欢你 舒适透氧 Unitop 组好除臭袜 使用黑金钻除碳纤维 给您前所未有的干爽感受 防霉抗菌持久弹性 排水透气冬暖夏凉 除臭率百分百 坚持最好 环保健康 现在就上网搜寻 Unitop 组好 新唐人亚太电视 Facebook专页本思目击中 精彩节目及时讯息都在这里 欢迎大家一起来按赞 把你喜欢的新唐人 介绍给您的好朋友哦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 面对大陆企业不断向台湾人才遭受 台北市有一场创业平台启动机者会 市长柯文哲说 这个平台将帮助所有想创业的人 要来打造台北市良好的创业环境 我们要如何让年轻人很容易的创业 那这就是我们 其实常在想说到底政府要做什么 我会想一想 政府其实建立一个平台 英文叫Internature 让个人或企业很容易的可以在上面运作 Startup 台北创业平台 将提供一站式服务 与所有公家机关有关 涉及创业的问题 全部都可以在这个平台上一次解决 让创业者不需要再跑很多单位 另外台北市政府产发局 也设立每周的注点辅导服务 你们叫做注点服务 我觉得用比较简单的话来讲 每周有普通门诊 每月有特别门诊 每周的普通门诊 他们会已经排了一大 54个人叫创业导师 就是会在这个地方 来跟大家创业服务 与想创业者面对面交流 并且建立创投天使基金 规划每季举办投资人与新创业者的聚会 建立交流平台 让天使通知人愿意把他的资金 看到这种想象 因为这个没合的机会 他会直接投资下去 就会产生 简单讲我们是把民间 散布在民间的资源 人力的资源跟资金的资源 把它接在一起得到一个价借 北市惨发局指出 日前发表的创投成功案例 GoGoro电动车 虽然本身的团队实力坚强 执行长是原HTC技术总监 但没有资金也无法顺利进行 而他的天使基金投资人 就是论泰集团总裁 银演良 今年10月 北市府也将举办 亚太创新创业交流活动 要打造台北市更良好的创业环境 新唐林亚太电视 成为亚皇帝锋 台湾台北综合报导 接下来新闻我们来带您聚焦 被誉为电动摩托车界 Tesla的GoGoro 来看到从手机页 转站电动机车的 电动车的执行长陆学生 并且发表不用充电的电动车 在国际一鸣惊人 包括依燕良 王雪红等人都卡位 抢先投资入股 PM2.5 大家都知道 大家的听过 这个问题不是美国的问题 不是美国的问题 这个是美国的问题 看看而谈创业想法 前宏大电创业长陆学生 这回不介绍手机 感谈环保概念 和他最自豪的电动机车能源交换系统 以更换电池取代传统充电概念 电池交换站的设计理念 在今年CES大展上 被外国媒体真相报道 台湾新创企业GoGoro 和创办人陆学生 主要投资人为润态集团总裁 伊燕良和HTC集团王雪红 以1.5亿美元的募资总额 引起了产业界的注意 特别是除了在林口归山 拥有自己的生产线 做零件的制造 行销设计 全是出自台湾一手打造 百分之百MIT的台湾机车 被誉为平民Kesla 这就是我们的Battery 等一下我可以换一个Battery 向台北市长柯文哲 介绍自家的电池更换系统 陆学生面对媒体十分低调 不太愿意收访 但公司产品今年首度亮相 就选定台北市和新北市 作为首站的测试点 以此迈向全球市场 我们刚才这位所谓的 应该算是CEO 他也是香港人 我说我还以为跑一台 他说今天他爱台湾 哇 人家外面来都爱台湾 我们台湾人可以爱台湾 电动车已经不是新颖概念 原先打算2013年推出的产品 为了切入市场战区 应时推迟两年 从价格行销到外观设计 都有自己的想法 昨天首度在台亮相 他的努力已经成功引起 台湾媒体的众多目光 以台湾移民家庭为主角 影集《菜鸟新移民》 在美国受到欢迎 剧中饰演虎妈杰西卡的台语演员 吴天敏也是一戏爆红 吃完来台为影集在台湾上映做宣传 台湾妈妈杰西卡 请解释家对于小孩 则是严利管交 随便一个动作都能引发笑点 扭转对虎妈的浮眠影像 台湾演员吴天敏 精准全序剧中角色 我自己的妈妈不是一个虎妈 可是Eddie Huang 她的妈妈生像一个虎妈 虎鸟新移民改编剧 美国台湾移民家庭第二代 黄移民的直转故序 以辉贤幽默的方式 将不同种族间冲突误解 都变成让人捧铺大笑的故序 在美国打受欢迎 我并没有想到它会变成这样的刺激 很高兴 影集即将在台湾上映 吴天敏专程顶台宣传 也到小龙包店学习制作 希望吸取更多台湾经验 更能生动诠释 居中角色 新航洋电视沟经人台湾台北采购报道 再看到今天4月1号星期三 有哪些重要的活动 首先是新就任警政署长交接典礼 而财经消息方面 今天中金院发布3月台湾采购经理人指数 下午台北市政府联合采购发包中心接牌 另外还有德国Grab飞机 亚洲巡回展台湾站 今天展开 带你看到4月1号的天气预报 小龙包 何这道路 持人所请不吝点赞 出会行动 汎秋 у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以上就今天的早安新唐人 感谢收看 再会